欧迪30岁老婆尽照曝光,常住一张网红脸,欧迪每天面对这样的她。 郑云灿标准的重庆美女,是一名平面模特。 年轻貌美的她,却已当上了广告公司总监,让多少男人望尘莫迹。 虽然郑云灿是女强人,但她与同龄的女孩一样,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,她就是欧迪。 本想极有植物质变相制作人所要欧迪变化,但最终因圈内规矩没能成功,郑云灿只好在微博默默关注她。 终于,黄天不复有心人,两人在北京信后了,郑云灿牢牢地抓住了这次机会,一举拿下了这个被她认定的男人。 2015年,两人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结婚了。 OB也请来了搭档多年的天天兄弟,一个不少,全都到齐,得以看出OB的人缘有多好。 这一年,OB还迎来了自己的宝贝女儿。 2016年,由于种种原因OB离开了天天向上。 于是OB又把视野重心转向台湾,也便于照顾家庭,不用大陆台湾两头跑,导致聚少礼多。 30岁的郑云灿牢牢,不禁有注意张网红脸, 而且视野有成还能如愿嫁给偶像。 像这样开了挂了人生,难道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戏? 欧汉生,1979年7月4日,一名欧帝,台湾歌手,节目主持人,演员。 1996年,以男子团体四大天王出道,然而因当中两位团员祝物服役而宣告解散。 1998年,与罗志强另组团体罗密欧,亦因其入伍而解散。 推伍之后,他以个人姿态在娱乐圈复出至今。 2012年,欧帝评级节目《超级魔王大道》入围第47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,《超级魔王大道》已获得第47届金钟奖综艺节目奖。 2013年,欧汉生发行首张个人首张同名专辑《This is Odie》。 欧帝出生于台湾基隆市,媳妇为基隆港舞局的公务员,曾在纳卡西先差担任钢琴棒走师。 年少时期,他的父亲为了让家里享有更富裕的生活环境,与异地合伙做起高尔夫球器材生意,却遭到异地及其同伙将公司所有的钱财席卷而逃,加上前期对外开利的大量空投支票,令他的父亲不得不向高利贷借钱。 是家中债务越滚越大,也导致他的母亲则因为承受不了打击而决定离婚。 从此,欧帝便开始负担起自己的学费,住学贷款以及当年父亲欠下的一切债务。 他自基隆市陪德公家执校毕业之后,就进入演艺圈工作,当年打工的费用,一部分用来持续替付还债,另一部分用来供养自己和爸爸。 由中市综艺节目欢乐传真主办,微剧国际企划执行的四大天王就是你。 模仿大赛中以精湛的模仿张学柳脱颖而出,张学柳以身后的嗓音著名欧汉声模仿的唯妙唯笑。 其和罗志祥、陈显正、陈定睿、袁明陈忠威等三人组成偶像团体。 四大天王并担任该团的副团长,与微剧国际签约,正式踏进娱乐圈。 四团体于1998年结散。 后来他与罗志祥定组罗密欧,同样与微剧国际签约。 两人主持台式少年兵团节目在综艺界大出名号,欧汉声跳舞非常好,罗密欧时期甚至能自己编舞。 当时两人红变玉石,但好景不长,2000年罗密欧因欧帝自己要去当兵而宣布解散。 参考来源